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见你 佛来见你 首先是佛光铸造 佛光加持你 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 完全没有功夫 圣凡圣同居图 什么都没放下了 可是临走的时候要一切放下 临走的时候 临终还放不下 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 再多人帮助你 你不肯去 你有留念 你还是搞留他轮回 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 这事情不能不知道 所以临终要放下了 临终这个事情真难 平常要练 怎么练法呢 每一天晚上睡觉 要做一个观想 想着什么 我现在睡到床上就完整了 我还有什么放不下了 什么都带不走 身体都带不走 天天晚上做这样想 养成一个习惯 到临终的时候 一定产生效果 没有一样能带走的 财产 财产带不走 权势地位 带不走 明文立扬 带不走 亲情带不走 你心里要明白 你留念这些全叫妄想 如果你能够想 想的是真的 你还能带走 那还情有可原呢 想那么用啊 那又会不会要想呢 时时刻刻想着 佛来接引我 我走了 世间所有一切 不稳不稳 与我不相干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应有尽有 不用操一点心 那时候 你还能不能成功 你还能不能成功